美团被反垄断处罚34.42亿元 约占年收入3%低于阿里4% 10月8日消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发布消息称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则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 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.89亿元 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.48亿元3%的罚款 继34.42亿元 据悉 此次处罚世纪上海石派市杨子江药业 公牛集团后的半年代第4例3%的处罚 低于此前阿里巴巴销售收入4%的共计 182.2亿元的处罚 2021年4月 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 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 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 截至发稿 美团股价暴256港元每股 总是值1.57万亿港元